想好好談就說真話 我不是傻子 不是你抵死不認就可以了 你 沒有入隱嗎 現在可以說了吧 好 我說 我只想你能冷靜點聽我說 我說我真的是被逼的 關鍵先生 你父親病重 你呢 公司醫院兩頭跑 也不很少回家吧 有一天晚上 我加班到很晚 我剛一到家 我就看見羽佳一個人在客廳坐著喝酒 他穿著很性感的睡衣 事後 我們很害怕 裝作什麼都沒發生 可他之後卻故意又穿著性感的睡衣去 我房間勾搭我 我們在一起這麼久 你連碰都不讓我碰一下 換成哪個男人能收得了我 我有婚外情 你 你也有責任 我是真的只愛你啊 我也不想這樣 秦向陽 秦向陽 你還能再無恥一點嗎 我父親命懸一線的時候 你們卻在滾床單 我們的事 醫生說了是有心理障礙 慢慢就會好的 你出軌我後媽 還意圖害我騙取寶金 現在還說是我的責任 秦向陽 你真是窮酸到骨子裡了 這場離婚關係 我打定了 劉佳 我愛你了 我也不想事情變成這個樣子 咱們不要理我了 過去的就過去了 我們重新開始 我們重新開始 林慧叫救護車 請助手受傷 你還是在乎我對不對 我們為什麼不能重新開始啊 把你的葬首拿開 劉佳 你忘了我們曾經相愛的時候嗎 犯一次錯就要判死刑吧 我知道 我現在說什麼都沒有用 但是我愛你啊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傷害的 我更不希望你死啊 我 唉 唉 唉 哎 唉 劉云 你這個給臉不要臉的臭屏風 你要離婚 好 你財產就得分我一半 我一定不會放過你的 景天我回來了 怎麼沒有看見晨晨眼 上去就來 把這個笑 你這麼著急讓我回來就是為了跟我離婚 你這麼著急讓我回來就是為了跟我離婚 江大 現在就去你出去 我 我不離婚 我不要離婚 你有什麼條件你可以提 我要孩子 把晨晨還給我 我生這個孩子太不如意了 你卻說我不能再生了 你不能躲走他 別的事什麼都好說 孩子的事你想都別想 你也不用等我 你的那個情人莫黎不會走 莫黎怎麼了 你不太離婚了 我能把他怎麼樣啊 他是我的特別助理 我把他安排到了敘利亞去工作 結果當地發出了暴動 他被人當成人質給打死 你說 我要你送你去見 我 我不要見他 我真的幹嘛 我求求你不要趕我走 我很愛你跟孩子 你不要趕我走 你趕我走是在逼我死 那你就去死吧 你這樣的女人不配當我兒子的母親 你叫我我求求你 求求你 我 我 我 秦亞利又警告你別跟我耍什麼花樣 秦亞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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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盛太太突然发病 我这里没有她之前的病历经 盛总 您看您有什么打算 她有很严重的精神病 三个月前便回娘家养病了 今天刚到家就又发病了 我打算 把她转到专业的精神病院 接受更好的治疗 这个就是盛太太的诊断 盛总 请问盛太太精神失常 被送去精神病院 这是真的吗 医院那边说盛太太之前都有病史 这次导致她发病的原因是什么 今天是我儿子的生日宴 欢迎各位前来敬请 今天呢在这话话话说 柳云你这个见惑 五一年的狐狸精 自己老公看不住 还出来勾搭别人的老公 你活该被秦相应甩了 道歉 你让我跟这个不要恋人的小婊子 道歉 神经病人 大学的老公给吃了 我们家雅丽做错了什么 为这个小贱人 把她送起了精神病院 盛总 原来你老婆疯了 我看他们家是不是有什么疑通病史 我看你岳母也病得不轻 五六一 你这个小贱人 你说什么 沐小姐你说错了 是前期 我和她女儿已经办了离婚手续了 哦 是这样 那看来我应该换个成果 请老太太 疯狗在咬人之前呢 也应该先看清楚些 我看 不如你也去精神病院挂个号吧 你这个没年轻的父亲爱 你为了这个小贱人害我女儿 老婆 我和你青睛六十万 等级 这件事 喂 是我 这种捕风捉影的新闻 你理他干嘛 我 你抱的孩子是谁啊 我哪知道 这个孩子看着有点眼熟啊 我知道这个孩子是谁 我比你目指点等我一下 你看你像不像我小时候 我什么时候给你生了个这么大的儿子啊 是 盛景天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 我什么时候给你生了个这么大的儿子啊 你还笑我都被你气无语了 有什么好气的 一个假的新闻报道 你白捡一个儿子 如果这张照片不是合成的 那么就是真的 难道陈辰 会是目榴云生的 陷害你的人 不一定知道照片上的婴儿是陈辰 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他们找不到实质陷害你的证据 只能从败坏你的名声开始 这件事我来处理 喂陈辰 新闻你看了吗 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嗯 好 放心吧 已经在处理了 哇 这么厉害 好 喂 你